在跟朝鲜领袖握手并称自己和金正恩相处得很好后不到一个礼拜 美国总统川普17号就威胁 一旦未来跟朝鲜谈判失败将恢复军演 川普17号在推特上发出一连串推文 第一封推文就对朝鲜开炮 他说在谈判期间阻止军演是他自己的要求 因为军演非常昂贵还很挑衅 不过如果谈判失败就启动军演 但他希望这不会发生 一篇推文还不够 他之后又讽刺不够支持他的选民 他又在推文中强调 与朝鲜达成无核化协议 在全亚洲受到赞扬和庆祝 他们很高兴 在我们的国家 有些人宁愿看到这历史性的协调失败 也不愿让川普获胜 即便他确实能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虽然川普自称在川经会上 对金正恩提议暂停军演 但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导指出 听至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提议 其实是金正恩五月初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连举行第二次习经会时 习近平唆使金正恩向美方提出的 而并非是川普先提的 新闻时事报记者段友如整理报导